嗨 今天我不叫鱼多多了 我叫肉多多 我们今天其实是吃一家菜品名字 非常之特别的火锅店 走起 哟 哈喽大家 我的名字鱼多多 但是我还有个名字叫做肉多多 就算今天39度也要吃火锅 鸭肠牛肉毛肚都网贼一里缩 微辣中辣麻辣都不在话下 火锅越辣我就觉得越巴适 整段垮掉 当然现在的菜全部都上起了 而且我先介绍一下非常之有特色的菜品 这个叫灯红酒绿 这边这个是烈焰红唇 这两边的毛肚可有意思了 这边是叫便宜点的毛肚 这边是叫贵点的毛肚 这个叫什么来生 善变的你 善变的你 时尚巴沙 你的天堂 红太郎的爱 对了 我记得还有一个最最最最最 你最牛逼 差点牛逼 差点牛逼 然后我先从这边吧 它其实也就是双焦牛肉啊 它们家真的是红锅越煮越辣 最后会辣到你飞起 所以我今天点了个鸳鸯 番茄鸳鸯锅 我先从便宜点的毛肚算起吧 这个便宜点的毛肚也相当之嫩 弹呀 很脆嫩 我再试一下这个贵一点的毛肚 来试一下哈 贵一点毛肚我涮老了 因为我第一口吃的贵一点毛肚也许是涮老了 我觉得我自己刚说我现在体验哈 我刚刚涮了一下 便宜点毛肚就是它涮的可能真正正正的七上八下刚刚好 贵一点毛肚我觉得真的可能涮个三四下就基本好了 它要更耐嚼一些 我感觉它涮的时间真的相当之短 因为它很薄 但我为什么会觉得便宜点的毛肚更好吃呀 是不是我说错了两个方向 那我感觉吃着吃着 我会觉得它跟我说的便宜点的毛肚更好吃呢 这个我觉得就可以了 真的 就你一定要把握好最佳吃它的实际 我刷了四下还是老的 我真的喜欢这个便宜点的毛肚 我的牛肉 土在土在土外嘛 它说是叫灯红酒绿 其实就是双椒牛肉 我要把这一盘五花肉 精品五花肉给它下进去 我要下二分之一到番茄果肉 再下麻辣吧 下这边 再把虾滑也煮了吧 这个缺了一拐的虾滑是 别说了 对又是因为我偷吃了 虾滑我还是更喜欢番茄一点 因为我想体验一下虾本身原本的鲜美 我们让它煮一会儿 我们先吃一下这个牛肉 我要五花肉好了 三年前的我最喜欢吃的肉就是五花肉了 这个想跟你们重点的说一下这个 其实这一道干供菜是我来成都之后才会吃到的菜 它吃在嘴巴里面的口感真的很脆很脆 我再煮个十上八沙吧 它真的很大片 哦 长条 我煮一个番茄锅的 因为这个辣锅今天真的让我有点松 它加网 在肉馅中是融入了那种鱼子的 有鱼子那种爆破的感觉 我涮个鹅肠 鹅肠就只能涮麻辣锅了 我觉得鹅肠比鸭肠比起来的口感的话 要更有肉感一些 就吃起来会更满足一点吧 哇 帮我们换一个碟子吧 我要把鱼捞起来 我们把这个红太郎的爱 其实就是羊肉卷 算了 我还是下番茄吧 最近可能吃辣功力有点退步 这八沙鱼也太嫩了吧 也太好吃了吧 它的番茄锅里做的挺好的 属于会就是番茄味特别浓 然后吃到嘴巴里就所有的食材都会 后面会有一点回甜 我的油碟已经空了 我要再开一关香油 感觉吃火锅如果就是你香油碟 吃的越来越少的话 油吃的越来越好 那么就证明 这个是个好吃的火锅 他们家的红太郎 真的 我煮番茄锅丝毫没有杀味 肥肠节子要煮的特别久 因为煮的特别趴才好吃 这个牛鞭要是煮久煮 还是很快的煮啊 煮久一点是吧 这个叫你最牛逼 差点牛逼 牛鞭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吃 我们把你最善便也给煮了吧 我又把它全部弄上去 可能画面有一点血腥 下面吃这个脆嫩嫩的干貢菜 我让你们听一下不知道能不能听到这个声音 也太好吃了吧 下次你们点来程度吃火锅 蔬菜上面一定要点一道菜 干貢菜 下面我们来开始煮一下这个麻辣牛肉 它上面裹满了满满当当的辣椒粉 还有一些白芝麻 我要给它烫成个 七成熟的牛肉吧 这个是整顿的鲜鱼 我也不知道牛鞭可不可以吃了 它有一个炫窝 就炫起来特别好看 它就像牛体精的那种口感 很软它 我把猪天堂也给煮了 猪天堂它也是脆的 很脆 我感觉吃牛鞭 就是你不能想 它是牛的什么部位吧 就是你不能去深揪这个东西 人呀 土度一点好 猪天堂也可以了 其实就是猪的嘴巴的上额 猪天堂嚼起来的口感 就是那种粉脆粉脆的冒茧子 我还有一个这个梅煮 我把它煮了吧 鞍鱼蛋 双椒的话我就把它煮一片番茄 都煮番茄吧 因为刚刚双椒的我点了两盘嘛 那一盘就全煮的麻辣锅 土多我觉得你今天吃的有点多了 不要你觉得 我只要我觉得 我觉得吃的有点少 看 自制了一盘蒜泥香菜牛肉 好好吃哦 我们今天煮完这个宽粉就收尾了 我真的不太敢吃 为节目献身吃一次吧 还好吃第一口 我觉得不是很辣 但是我觉得它后劲会很大 就你吃了 我吃完整的一个吧 还好啊 一点都不辣 小猪猪把我们把火关了 好了那今天的火锅就吃完了 我觉得夏天就是要吃火锅 才够味才够夏天 那喜欢我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信号微博 在网友多多 拜拜 我们下期见